HELLO,大家好,我是Jeffrey 今天帶來FoodDV一個消耗糖分的增強式訓練動作 叫做Hit the Floor Hit the Floor這個動作會有一些跳躍成分 可以令到我們的骨質密度提升 減低骨質疏鬆的出現 我和大家示範這個動作怎麼做 首先我們站在正中間 接著吸氣,呼,跳高,落地 如果我們右腳在中間的時候 屈曲,外面的腳就伸直 右腳,我們就左手要碰右腳 接著呼氣,跳起,下去轉邊 左腳中間的時候,右手碰它 接著再呼氣,跳,繼續跳 轉邊,兩邊轉的,下去,呼氣 對,右邊,左,右 就是這樣 我們不停地做 可以做20秒,休息10秒 或者30秒,休息15秒 因為消耗糖分這個動作相對地 都是高強度的 我們會加入在HRIT的訓練裡面 我們可以加上我們FoodDB 其餘的消耗糖分的動作 可以選擇8至10個出來 做夠兩套 大概8至10分鐘就完成了 我們在一個禮拜裡面 可以做一至兩天的HRIT 再加一些機力的訓練 來提升我們的新陳代謝 增強我們的體驗力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個其他 拜拜